我幫她做岩膠 炸三千塊 我幫她妹妹說要做岩膠 然後我冰箱往車上砸 砸她們兩個頭 我怕她說 整個頭上都是冰箱 跟這件照片 我年紀輕的時候 就是那個照片 很容易被別人倒圖 你知道很多人 你那種倒圖 你之後把你照片 放在那個什麼 那個岩膠 岩膠的那個板面上 因為我爸爸 他把我們兩個比較 他常常就覺得一個家裡面 如果我出了什麼事的話 爸爸的重心不會在他身上 那他就會看到 好 姐姐 岩膠 岩膠 他也不會去查證那是什麼 然後一次才三千塊 然後他是怎樣 他是放話 那應該要多少錢 我以前二十歲 是那個樣子的 一次才三千塊 我覺得我會幹岩膠嗎 還沒這樣拿大腦想一下 所以如果是一次一萬五的話 你會不會就算了 也太少啊 也太少 我行情耶 拜託 什麼東西啊 他不是先來跟我說這件事 然後我妹妹反而是在我們家 車行大肆宣傳 還傳到我爸爸那個說 姐姐在做岩膠 好 跟我們家的員工 店長都講完了 然後說他要為了 糾正我的這個不良行為 要去幫我捉肩 還跟著我們家店長說 約了這個員嬌妹 約在那個大人生意公園 把我們家車行旁邊的 一間那個飯店 然後帶我們家店長說 來 去抓肩了 然後我說好 要去抓肩 他跟我妹妹 帶著我們家店長一起去 到那邊三點鐘的時候 要上去了 就發現他打電話回來 問我爸 問我媽說 他都全部都宣傳過了 問我爸說 姐姐有在家嗎 還想看好戲 看我是不是在那邊 然後結果呢 然後呢 然後我 因為價錢太低 妳沒有要去 我根本就沒 我根本就沒有 然後我剛才貼錯了 對啊 妳都可能這樣 我爸那個之後就回來罵 就是看著我不順眼 然後我妹妹也回來了 然後不順眼就說 坐元嬌 可以講這些照片 判不三不是坐元嬌 這個丟臉丟臉丟死人 沒有錢這樣 我說我坐元嬌 好 然後我就 然後我爸拿那樣給我看 坐元嬌 我說那不是我 我說那個事情就倒圖 不是我 然後爸爸就把我家人 罵得很難聽喔 然後妹妹在旁邊這樣 但明明就已經證明不是我了 你爸不相信不是你這件事 對 他還就是為了罵罵 因為小小孩 那種年紀比較大 他們的嘴巴硬 他不會認錯 然後他們全部出去之後呢 兩個就是 勾肩搭背 我爸跟我妹勾肩搭背 好像講我壞話出去 我跟你講啦 我過十分鐘啦 我知道他們在家 我們家那個建國店 車行你知道嗎 很大條 在那個馬路旁邊 我騎著腳踏車過去 我過去喔 腳踏車 妳也有這樣 對喔 妳也有這樣 是我剛剛講 穿過住家 我的客氣是 人家人不放 妳這樣很累 我的客氣能不放我 我不犯人 但如果你今天踩到我的線 我不好意思 妳變犯人 我會讓妳丟臉 我絕對會讓妳丟臉 你不要覺得我是好惹的 我就走 我秀阿車過去 然後我們家那邊車 很多人在看 看到很多客人在看車 很好 我就去CVN 拿一個冰棒的 這麼啃著就過去 然後抓著我 我什麼都不怕 我一個人來啦 我那個冰棒 看來我跟我妹 我爸跟我妹 說要做顏家 然後我冰棒 往車上砸他們兩個頭 我把我妹 你放了 對 我妹跟我 我爸兩個頭 兩個頭 然後說平棒 站在那裡 然後都平棒 妳一隻可以打到兩個人講 平子兩量 因為我光超熱 往超熱 他會輪胎 然後坐員工不敢講話 站在旁邊 然後客人就這樣 客人旁邊很嚇到 然後我們在兩間店 然後刷在那邊往外看 我說 站著說坐員家 假設我還急著 說坐員家 真的還想 好丟臉 我今天有坐員家嗎 他要跟他講清楚 都好欺負喔 然後我妹妹就 我爸說 兩隻頭胖都是冰棒 跟姐姐 跟姐姐道歉 有客人啦 我叫他 我叫他送人家 叫他三千塊 我叫送人家 我爸就 我把我妹妹頭上 你的冰棒 趕快道歉 我妹妹就說 趕快跟妹妹道歉 然後我跟他說 叫他跟姐姐道歉 然後我妹妹頭上的冰棒 對不起 然後我跟他道歉 爸爸拜託你 拜託你客人載 然後趕快把腳踏車推走 有一個男生 他就故意會帶著一個 女生一起出來讓我看 這種東西我就真的受不了 我就衝過去把他打下去 打誰 打女人 打男的 打男的 我說你這什麼意思啊 他又想要 又想要帶女生走 反正他就想要讓我去 引起我注意的東西 他說這個我吃一口看看 你要夾起來 一口鴿 那種我就不喜歡 你會翻臉嗎 我就全部給你吃好了 對 我就我通常是這樣解決事情的 但是我覺得我個性就是 第一個不夾面啦 然後我不會選擇 當受傷的那一個人 所以就算冷戰 我跟他戰到底 但是我就覺得 常常會有男生會硬要 知道我的點是什麼 因為我不能接受 有其他女生在我的感情裡面 那一定的 對 但是他就會故意知道 這是我的點 所以我跟他冷戰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我去哪裡玩 所以有一次有一個男生 他就故意會帶著一個 女生一起出來讓我看到 冷戰兩個禮拜 我這種東西我就真的受不了 我就衝過去把他打下去 打誰 打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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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這什麼意思啊 那他就趕快 他又想要帶那女生走 反正他就想要讓我去 引起我注意這樣子 然後呢 當然啊 我是不管夜店或是哪裡的 三七二十 抓就打 然後打之後呢 你這什麼意思啊 看不懂啊 我這樣丟臉誰怕誰啊 我常丟臉誰我幹多了 我跟你講不要惹我 你這件頭髮怎麼了 你這件頭髮什麼啊 我們要先取出來了 這件有什麼 就是有耳脈 耳脈 會癢 所以他那個當下 我就是沒有辦法容忍 所以你在大庭廣眾之下 他殺過去 閃他一巴掌 因為你都故意要跟我面前來 那他不尊重我啊 當然他就他想要走啊 他當然就想說 裝作是我在發瘋啊 然後趕快想要跟女生走啊 那我就不管 我就是一直狂打她的電話 我就想說 OK 你要跟別人走的話 那今天就分手 然後呢 我就打她的電話 然後去找她 開車在那邊找她 兩個禮拜跟她不聯絡 看到她這個狀況 我就快去想找她 然後結果後面 隔了大概幾天 她又出現了 發現沒有我 發現這個玩遊戲玩完了 可是那時候我已經感覺 沒什麼感覺了 他要找我的話必須第一個 他要提出證明 你那天說我跟妳出去的人 還有那天發生過的事情 一個一個像證人一樣 在我面前打電話 跟我講清楚 那天發生什麼事 那女人跟什麼關係啊 我會套清楚你們的時間點 還有你們所有的這個關係 我的關係連我會拉出來 只要有騙我的一句話 就是分手 我跟你講解釋不清楚 我也是分 你解釋到我信 我可能才會 但是呢 如果說 你今天連解釋 都解釋不清楚 很強 我知道 蠻多家精神病院的 不要 我自己就精神科 我不需要精神醫院 我自己就精神科 我希望自己調配得非常好 我生活都自己調配的 我什麼事情都自己 你是不是調配錯了 我沒有調配錯 我跟你講 調配錯了 說真的就是這樣 你千萬不要讓別人覺得 沒有他 你不行 這個就是人的弱點 所以當你覺得說 OK 你要這樣子 你如果不讓我相信 不好意思 沒有你 我也OK 這是強強的人生哲學 對 那退讓派 剛剛聽完強強 這個一番言論之後 有什麼感想嗎 情侶也好 夫妻也好 很多事情都是 但是我個人認為 吵架是最容易 把整個氣氛弄進去 那個教官一天到晚 抓我化妝就算了 他還要跟我爸爸 通風報警說我化妝 結果後來又要是被揍 好 我就直接衝到前面 我剛好爸爸家到 我這時候逃家 然後去租了一個 外面的房子 結果會為他的大律師 趕緊後來跟我說 回家啦 你爸爸開了三個條件給你 爸有看過你穿這樣 這樣在家裡走來走去嗎 他以前是沒辦法介紹 他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男人 但是他現在已經 沒有以前那麼誇張了 以前是 我是連 化妝都不能化的 我不能穿短裙 然後我也不可以 就是留長頭髮 他就把我剃成男生頭 然後我做的那些都非常的嚴格 所以我從小到 生活在一個非常極致的空間裡 所以我長大就會 大反胎 我只要化妝他打我 我只要我考試 考之後明天再去剪頭髮 剪成男生頭 大聲叫我弟弟 然後每天要跟學校老師串通 老師如果說你不對 或是你跟他學校跟男生 手把的話 完了 他回家打我 結果不像女生 他就要打我 所以我每天就處在一個 就軍事化教練 他是很怕妳 太少談戀愛是不是 他覺得很怕我太漂亮 但是沒有辦法 我就是這個樣子 光是我的天氣嗎 對 你從幾次看 你從幾次開始反叛了 我小時候很乖 因為小時候我鬥不過他 我是因為我小時候是那種 念那種幼稚園開始 所以念那種私校 很嚴格那種 軍事化的學校 然後念到國中 好不容易啊 我作弊逃出去了 作弊去機側 念到一個很爛的那個流氓高中 我才逃出這樣的生活 我覺得那學校應該 沒有 不能管我了吧 不會化妝 結果那學校之前還要管 我想說 回來這裡就是看準 你們可以化妝了吧 結果呢 結果他就說 然後但是 但是那個 那個教官就是這樣喔 在一天到晚抓我化妝就算 他還要跟我爸爸 就是通風報信說我化妝 我已經在外面都要卸妝才能回家 他跟我通風報信 我以後來又要是被揍 我覺得這個日子在輪迴 結果有一次呢 那個教官就是 在一個 一個週末要走了的時候 他就這樣 大家放學的時候指著我臉 告訴我說 你明天來找我 我想說好啊 明天是吧 我心中在想說 我讓你看不到明天的 我再一輩子讓你看不到 我就直接 我有知道說 妳要抱我的量 我要回去被打對不對 好 我就直接衝到警察局 我去告 我就直接去 我說 那時候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好帥喔 因為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太... 我那時候是年紀輕 但我爸爸其實是為我好 所以那時候我是沒有辦法 接受那樣子的 我知道 妳那時候太叛念 我覺得我要反抗一次 所以我那時候去告他的時候 那時候那段時間 就是那時候 我跑到 我那時候淘家 淘家的時候 我爸我爸 因為我爸都會給我 跟我妹那個提款卡 裡面都有放錢 放個幾十萬 我就全部提出來 全部提出來 然後去租了一個 外面的房子 就是那種 訂樓價格 從來沒有在外面生活過 我又夠辛苦的 我從來沒有這樣過 然後一個東西打翻 我不知道可以怎麼辦 你知道嗎 這個雪碧打翻地板上 就劈哩啪啦劈哩啪 黏黏的 對 然後後來生活是滿辛苦的 結果後來他的大律師 趕快後來跟我說 回家啦 妳爸爸開了三個條件給妳 妳想怎麼樣 妳來 律師事務所講 其實我心中 其實也快忍不住了 因為我每天在那個地方 我快打了 一轉年年 對啦 一轉年年期間 一轉年久 三個月明天 好 我就還沒裝一下 就算十六歲 所以我好像 怕死了 好啦 那我就轉一點好了 去律師事務所 一腳踹開律師務所 然後他們就是 然後我爸 然後我媽 然後大律師什麼的 都在坐在那邊坐著 好啦 回家吧 三個條件隨妳開 好啦 第一個條件聽好了 我要割雙眼皮 好難喔 怎麼那麼難 不能夠擦我 妳啊 那我會不會 割雙眼皮 割雙眼皮最重要 好嗎 妳知道我愛美是極致的 妳看了第二條件是 妳當眼皮有很醜嗎 那時候 我跟妳講 我眼皮是完全像那種 中國娃娃 真的割的啊 我之前是 我跟你講 他就是特別那種單 然後我是完全眼折痕 都沒有那種單 妳在黑社會的時候 是單眼皮嗎 那時候就是割了 那時候已經割了 我就是割完之後 要完那個要求進黑社會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 對 要求是割完那雙 那雙之後呢 因為那時候就是 桃家生命 妳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第二個條件是 我要一條狗 我要去採犬 我都不想玩那種 不會是現在這一隻吧 不是 那是上一隻了 所以妳還是很有愛心的嘛 對啊 我很喜歡狗 不然我養狗啊 所以我覺得我要狗啊 他連那種狗都不給我耶 莉莞小姐 我房間要冷氣 我好替妳私權啊 因為我發到以前小說 不准我關那個 關房門 對 他看妳有沒有在用功唸書 有沒有在怎麼樣 有怎麼樣 對 妳不能再喝喝看漫畫 或喝喝看小說 然後家教隨時要進來 然後什麼家裡面的那個奶媽 隨時要進來 但這問題是要 冷氣不是要鎖 沒有啊 冷氣沒有冷氣 哇 我不熱死啊 冷氣家鎖 他就是故意不放冷氣 要用客廳冷氣吹進來 所以莉莞小姐是 冷卻家可以關門 但可不可以鎖 對啊 一定要鎖 但是他還是 之後還是沒辦法 就是他還是會 習慣之後我會知道 他是個個性 但至少他有放寬了 所以一定要給他一個重疾 他就會稍微再放寬一點 重疾再放寬一些 所以我就造就我今天這個 飯盤的這個極端的個性 我剛剛不是拿 兩張拿錯了 我剛剛不同講 鞋子幫他上 我趕很趕的 因為我這雙鞋子拿來防水刃 妳就這麼直鞋 不然怎麼辦 妳不叫我摔啊 等一下... 陳佳... 你現在聽我說 講... 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所以強強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最近好像也是腋下 有出一些問題 真的啊 什麼東西腋下出問題 妳不是... 妳看我的例子 我是為了妳的節目才這樣子 不通道理 我今天那節目我是不客人的 那是妳剛剛照相差的 你那節目我是不客人的耶 妳這樣聽 妳剛剛就算這樣 我講 我在做SPA 妳在電話說不是黑美人嗎 妳現在是什麼人 我應該是黑美人啊 我本來因為還有跟我講說 你們是要穿什麼 那個美白的 我叫我來分享那個黑色嘛 因為我自己本身 什麼曬都一定是均勻的 因為我本身我皮膚是 絕對不會有問題 像很多人說 那我幫妳把口罩拿曬 什麼曬 我再把我抖抖的 可是我再把長抖 因為我眼睛來啊 這邊是美車 那邊可以車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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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知道啦 那是高跟鞋 我以為妳手上拿曬是高跟鞋 我剛跟鞋拿兩張拿錯了 兩張不同角啦 它一個是鈍的 一個是方的 一個是分型的 妳覺得 要給我東西放在車 我的鞋子放在上 我趕很趕的來 我覺得很感謝妳來 但是妳趕快 要不要再上下說 不是 我要換妳 我頭髮是濕的 我可以說 我要撕頭髮是濕的 然後妳看我的皮膚 我的膚色 我跟妳們講 妳們不是說那個 我家講黑的嘛 對 所以我本身是均勻的 因為我很介意均 妳說我有點不均勻 因為我這雙鞋是拿來防水潤的 妳就這麼直接 不然怎麼辦 妳不叫我摔啊 那要不要補一下 要補一下 所以我叫補完回去我還要寫 那不要上是不是 晨晨 妳是不是已經決定 決定要放棄自己的人生 我真的 我是因為妳們這樣子 我趕過來 講真的 我也是胖道德 我們真的很感動耶 真的 跟索完 稍後像兩腳不一樣怎麼辦 沒有 這才是妳厲害 妳其實看不出來 好看耶 OK嗎 OK嗎 好看耶 高屁有點不一樣而已 沒關係 不會啦 根本不會發現 因為妳現在整個人 就是瘋狂的狀態 大家應該就是會 我現在怎麼辦 沒有 我們現在是要誇獎妳 妳真的不管 現在不管妳外型怎麼樣 可是妳整個人 也太夠義氣了吧 真的 不然啊 我這個人就是夠義氣 要不是你們節目 不然我是不會有辦法的 妳是不是每個節目這樣講 每個節目這樣講 是懂人 我不懂 因為妳剛剛打電話給Mini的時候 也是說要不是妳 我是不會來的 我本來就不是 因為我知道是真的 我在不然我不會來的 其他節目 我已經都不會來 所以妳那天在聊完黑的事了嗎 黑的事 我就是給大家 你們不知道我講黑 對啊 講黑嗎 可能就很黑啊 陳佳 我知道啊 這樣感覺妳就是M 感覺妳就是M 陳佳 不是 陳佳 你再自己一下 聽我說 陳佳 不是 妳剛才講黑的事了 OK 怎麼了 其實我們今天 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誰是最夠義氣的 願意救火的藝人 不是說要 要字幕我講得早半天 他又講那麼爛 不是說要幫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黑的那個多漂亮 沒有 一切只是想要看 妳是不是夠停我 對 話那個當然是我 要不然怎麼辦 還有誰會停 妳應該今天只有包圍的滿了 對啊 好像 我這個機會 你們節目這個節目 我沒有辦法啦 我還... 臉需要幫妳打馬賽克嗎 是不用啊 其實我空化妝還是滿 但我空化妝滿漂亮 所以我下巴要打馬賽克 小姐布希蒂的YouTube 居然開放會員了 只要加入會員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專屬徽章 還有機會可以來看 小姐布希蒂的現場錄影 只是還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反正就有可能 快來訂閱小姐布希蒂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